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已经简单的带着大家 看了一下我们P2P中的 系统函数中的自负串函数库 也带着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个小练习 那接着呢 剩下的这些函数库呢 我就不一一带着大家来过了 因为呢 已经教会了大家如何来查手册 包括手册中也有这样的例子 那现在呢 剩下的这部分呢 我就带着大家 简单的写几个来试验一下就可以 每个里面呢挑两个就行 那首先看一下数学函数库 它就可以解决一下 这个经义取整啊 舍掉小数部分啊 包括求最大值最小值啊 对吧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试验一个 像seal 来一个test 其他的呢 你就自己来 如果不会的照着手册 来应用一下就可以 你看写上一个 echo一个seal的经义取整 1.2 结果呢 应该是2 这样的效果比较简单 对吧 像舍一取整 舍掉小数部分 echo一个flood 2.9 得到的是不是也是2啊 刷新 包括求最大值最小值 这都比较简单 那接着再往下 看一下日期时间 还是酷 像这个设置时区的 我们会了 得到指定日期时间的 我们也会了 像当前时间戳 这个也会 包括得到一个 日期的一个时间戳 那这个函数呢 带你来应用一下 那现在我想得到一个 指定日期的时间戳 我可以这么来写 echo一个 它返回的是一个时间戳 可以把它放到 Date中 Y M D H I S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make time 小时分钟秒 小时分钟秒 月日年 接着我写成一个月 12月日 写成一个7 年呢 写成一个2014 接着呢 你会看到 它返回的就是一个 指定的时间戳 通过Date之后 你会看到 2014年12月7号 0.0分 0秒 这样的效果 这个函数呢 也比较好用 但是呢 你可以依次来省略这些参数 但是记住 是从前往后来省略 当你省略之后呢 它会默认的使用当前的 你看到 你可以省略一个 当前的年日 或者是小时分钟秒 当你省略2014的时候 默认的就是2014年 记住 从最后一个往前去省略 你看2014年 包括这个7 你也可以省略掉 默认的使用的是当前的日期 今天是7号 包括这个月份 你也可以省略掉 好 使到这就可以了 使用的也是当前的月份 12月7号 这是make time 其他的这些呢 取得日期的信息 包括当前时间 微秒数我们用过 str to time 我们也用过 这都比较简单 那再来看一下数组中 像数组 跟件名 件值有关的 包括快速创建数组 对吧 用给定的值来填充数组 这个你看一下就可以 包括array case 取出数组中的 键名 作为下标连续的 缩引数组返回 包括array values 取得数组的键值 作为下标连续的 缩引数组返回 这我们都是用过的 包括array的flip 你可以看一下 array 交换数组中的键名和键值 再来一个age 对应的值12 接着通过array的flip dollarser 它返回交换之后的数组 直接打印一下 刷新 你看到king对应的是username 12对应的是age 这样的效果 接着再往下 像打乱书组 可以通过str 通过shaft 来打乱一个书组 书组倒置 检查键名是否存在 这些我们都用过 包括统计书组中 元素的一个值的总和 这个也很好用 现在我想让你算出 求出1到100之间 所有数的和 接着不需要使用循环 这时候就可以通过 创建一个1到100的数组 再通过array sum 来统计一下 数组中元素的一个和 首先通过range 快速创建一个 1到100的一个数组 接着再通过array的sum 来统计一下 数组中元素的和 我们可以echo一下 同样的能得到 我们这样一个效果 5050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辨识题 接着再往下 像array product乘积 统计数组中值出现的次数 这都比较简单 接着像数组指针相关的 这些我们也用过 好再往下 还有这四个 可以带着你来看一下 就可以了 给你一个数组 你可以 向数组中 插入一个元素 或者是弹出 简单的给你一个数组 array a b c 那现在呢 想在数组的末尾 添入元素 或者压入元素 可以通过array的push dollars arr 压入谁呢 压入一个d 压入之后 你再打印这个数组 你看到d 就压到数组的后面了 abcd 能压入呢 我们也能弹出 通过array pop 再弹出一下 再打印的时候 那现在最后一个 又被弹掉了 这样的效果 通过它呢 就可以实现 我们的对列和对站的 一个形式 abc 那前面呢 就通过array的shift 包括array的unshift 在数组开头 来插入 或者是弹出 那其他的 像还有这个排序的 简单的 也带着大家看一下 排序的 可以通过sort 来对数组中的 建置排序 按照声序 来排列 给你一个数组 dollars arr 等一个array 12 44 623 负责123 那现在呢 我想对数组中的 直来排序呢 可以通过sort dollars arr 它是一个声序的效果 你再打印 刷新 你看到 最小的 第二的 升序的一个效果 如果说没有这个函数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来写一些算法 来实现这样的排序 像以后我们会说到 冒泡排序啊 快速排序啊 等等 这样一些算法 那其他的这些呢 你自己来试验一下就可以 接着还有什么数组的交集啊 并级啊 数组的拆分 合并 这个合并呢 我们是用过的 那现在拆分 合并这个我们来说一下 合并 我们是不是通过数组操作符 合并过数组啊 对 那现在呢 array merge也可以合并 多个数组 array a b c 接着arr 等一个array d e f 它和加号合并的时候呢 不太一样 你通过array merge dollars ar1 dollars ar2 接着再来打印一下 合并之后的结果 它们的件名都相同 但件值不同 合并之后呢 是将后面的元素 附加到 已有的 之前 之后 这样的一个效果 通过array merge 但是呢 如果要是 件名 重复的情况下 你来看 它保留的是 前面的 还是后面的 username 对应的是一个queen 这时候你再打印 结果应该是queen 后面的元素 把之前的给覆盖掉 如果件名相同的话 这是对于关联部分 那如果索引部分呢 它不会管索引的件名 是否重复 只会重新的 在它后面来添加就可以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其他的这些呢 大家照着手册 按照我教你的方式 自己来试验一下就可以 如果还有哪些不会呢 你可以再提出来 我们再一起来看就好 我就不用带着大家 一个一个来过了 受人一鱼 不如受人一鱼吧 对吧 所以说大家要 自己把它练一下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